哈喽大家好,我是七月,本期游戏视频《逃离塔克夫酸狙》片 长话短说,酸狙一共有7把,改装思路没几种,主要就是看你觉得怎么改好看 毕竟我个人觉得酸狙这玩意儿不需要降后作力吧 人机功效,也就是开进速度就比较重要了 但是在我这种胭脂党面前,只要好看,开进速度不重要 反正差距不会大的太离谱 那么我发现往期视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会在每展示一把枪的时候 放出这把枪的原版本未改装的样子啊 那么视频开始,T5000,之前好像有说过这把枪 对我个人而言,基本可以称之为酸狙No.1 因为它的手感真的很舒服,有和我一样想法的兄弟弹幕扣薄一好吗 其次是,它在开火后的拉酸后摇距低 这个后面大家就会感受到了,唯一缺点可能就是弹容量比较低 那么酸狙的改装方面我就不多卑卑了 基本都是加个高背镜和消威器,还有红外以及测距仪,其他的不改都行 然后展示方面依旧是检视武器,换弹,检查弹夹弹药数量,弹夹退弹,弹糖退弹,弹糖压弹,开火等 有些我忘记补充的M700,我把护物枪托都改成了黑色 真把枪托出了一个黑色调就很帅气 张剖10压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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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L-10 我心目中除了T5000以外 手感最舒服的枪 也可以说它的手感甚至比T5000还要好 但是在开火后摇方面T5000还是YYDS 不过DVL也不差 也算后摇很小的了 然后呢 它有两种枪管 原装的是很长的一根 使用起来没有短的这种舒服 短的这个枪管就真的 YYDS了 弹容量也非常nice 另外DVL还是绝大部分女机手 最终意的一款狙击枪 重量超轻 为女性量身定做的狙击枪 SV98 在我玩塔克夫第一次接触到这把枪的时候 我第一想法就是 AWP AWM 属于是机疯子了 那这把枪就比较一般 开火后摇和枪声都比较大 装的效应也很大 优点就是便宜 而且弹容量高 VPO 然后就是墨星腊杆系列了 墨星腊杆M9130PU 简称墨星 有供他使用的瞄准镜 但是很阴间 也可以放置捣鬼来装备其他瞄准镜 巨枪里面我个人觉得 比较拉胯的枪 开火后摇也非常大 撞了消音开火声音 也很大 墨星大干 M9130啊 简称墨星步兵式 不可以装备瞄准镜 中距离来说 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还有另外一种改法 就是改参短枪管的高人机模式 开进速度很快 看着也很惯 这波双压很帅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